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的一个老同学 不能叫老同学 是我的同门四弟 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 他接下来某某某项目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前景无限的 但是他的团队不够人 他希望我去帮他去挖刃 我严正引擎的 我们叫 反正我拒绝了他 为什么拒绝了他呢 拒绝他很重要一点 就是因为我不想当猎头 你会很奇怪 说阿敏你这个当猎头 不就是一个顺手推多的事情吗 就是随手的事情 随手解救这个缺货员工的老板 随手解救需要工作的员工 我是这么看 我们是作为一个顾问媒体 我们本身是一个顾问 我们给这个500亿的企业里面 去这100家的企业 去做企业的策略的顾问 包括他整体的技术架构 人才等等等等 这个顾问 同时我们也是个媒体 媒体意味着我们要有足够的中立 功利性 这个中立的话 就意味着我不能带着这种 我去你公司 是想认识你公司的优秀员工 要把它挖走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 跨境出口电商 其实在目前为止 整一个的我们叫中层 其实还不成熟 我换句整个话来去跟大家讲 就是大家现在身边所谓的中高层 其实绝大部分都拟腿子 并不是说贬义 而是大家都很接地气 那我们看到了我们这行业里面 相当多的这种前辈 大老超卖 其实他们都是有 很多是学霸来的 包括有些是博士 博士后这个名校出来的 而他们公司的员工呢 有一些的这个管理者 或者说这种中高层 其实也是名校出来的 为什么我说是一个拟腿子呢 因为这个行业 目前跨境出口电商 从2013年开始出现 到今天为止 才七年时间 七年时间 整一个行业发展得非常快 有相当多的公司 它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 到几百个人到几千人 其实就是半年时间 这半年时间对于老板来说 对于这个股东来说 对于他的核心管理厂来说 其实是一个 对他的管理能力 提到非常强的一个东西 其实诉求 那我们特别特别记得是我们身边还有个朋友 这个老王 老王他在去帮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去管理他公司之前 我们的朋友公司应该也就大概是百来号人吧 百来号人不到两百号人 那老王过去以后 不到一年时间 他们公司迅速地涨到了四百多号人 那你想想一年时间 从一百多号人变四百多号人 你的整一个的管理的架构 包括整个人员的管理水平 这个你怎么跟得上 而一旦跟不上 尤其是一些量化的事情上 我们说量化什么 就是你每一个动作 是不是在都可以量化记录 而且量化是通过系统完成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相当多的这个跨境电商卖家 到了这个19年1819年就开始纷纷的要么去升级自己的ERP 去做更高级的 像有些可能会去到ORC这样一个阶段 那还有一些是自己去写的 那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自己去专门去做定制开发 为什么讲到这点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话题就是 当你的团队在50个人以下的时候 其实对一个原始股东有两三个人来说 其实没有任何管理的成本 为什么呢 你直接对几个主管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事实上 你这个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隐忧 就是当你的人效想进一步提升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的这个中间层管理层 它承载不了这种更高人效的这种方式 那通常呢 这个时候卖家就会想哪个方法 第一 这个用设备 对吧 用系统 用技术 把每个操作进一步的清晰化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其实卖家又会有可能会又掉到另一个坑 他觉得别人的好 他就拿回用 但不一定 因为其实历史上证明了很多次 在行业里面也证明了 是绝大部分的卖家的ERP的管理 一定是定制化的 那包括我们提到的不同的产品 它整一个逻辑不一样 铺骨型卖家 跟做产品的卖家 跟做精品的卖家 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从平台到独立商 到跨境B2B 到做食品 这种多渠道的卖家 它的整一个体系更是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它人的事情上又完全不一样 那就你就会问了 阿米你讲了那么多问题 你能不能告诉我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是很简单 第一老板你要出来学 老板首先要出来学习 这个关于零售 关于整个企业管理 关于现代企业管理的这个体系 关于数字化营销的一些 最基础的脉络 你说阿米你让我去读书 我当年就是不想读书 而且读书读不好 我才去做了电商 当然不是所有人 才做了卖家 各种各样吧 无论是我自己运气好 还是说这个 我比较不勤奋 才成了这种 你先让我去读书 不想去读书 有没有那种总裁班 我可以上上的 最不建议就上什么总裁班 但是呢 对于很多的这种 电商卖家的老板来说 上个总裁班 也就是他很了不起的 这个能够挤出时间的 这样一个事情了 我们从来不谈 这个费用的问题 因为对于这个卖家来说 他一年花个三五万 四八万 像去说中欧这种 上百万的 也有不少朋友在上 对他们来说 这个钱可能还不是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花了这个时间 花了这个钱 我能获得什么东西 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事情上呢 我愿意分享一下 我当年在2013年 去读MBA的这么一个体验 曾经有很多人问我 就是你读完MBA 跟没读MBA之前 后有什么感受 你是不是教了很多 很厉害的同学 你们同学之间 是不是有很多的合作 如果你现在看的我视频 是我们当年的同学 我要说一声 抱歉 我跟你们没有发生 任何的合作 我也不想跟你们 发生太多的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处的阶段 所要的东西 还有所要去走的路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不能抢求 我去跟我的同学 去发生什么合作 交流 什么样的 交流是有的 但是你说 在一个深度的合作上 不存在 你会问我 那你这个读完了这三年的MBA以后 你最大收获什么 我最大收获是 学习了我老师的学习方法 你就是有点梦了 什么叫学习 我老师的学习方法 因为老师不是要跟我们上课的吗 那老师教会的方法 不就是我们学习方法 错 我们更应该学习 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教导我们 因为我们所在那个阶段 我在那个阶段 所各种的疑问 其实是你的中层 甚至你部分的高层 所共识的问题 因为他们更多是通过一线 实操 一些模糊的经验 一些历史的经验 或者一些很碎片的东西 把它形成一种惯性 那你其实也是 把更多的惯性组合在一起 那你要学习 其实要把各种各样的碎片 把它组合起来 那在组合过程中 方法论 其实在是你最重要的学习东西 而学习你老师的学习方法 就是学习你老师的方法论 学习了老师的方法论 再来看自己的学习方式 那这个里面 你就会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从一个被动接受的方式 开始一个主动学习的方式 那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对于来说根本不成为问题 那你就会问了 那我怎么学习方法论 除了去读 这些相对比较正统的这种商业教育以外 还有很重要点 去多看一些关于方法论的一些内容 一些方法论的一些著作 还有看一些跟我们的东西 因为我 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内容里面 我们都是有方法论的 在我们的每一篇内容内 我们有四个东西必须要有的 第一要有案例 第二要有分析 第三要有方法论 第四必须有结论 那还有个第五点 是我们必须要去讲的 继续有自己的观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你学了方法论以后 你得在你的团队里面 让这些人知道 学习 懂这种方法论 你会说 阿米你搞的那些 都是那种好玄乎的这种 这个什么企业管理啊 都这么扯淡的 我们团队里面 对他们都是高材生 也挺年轻的 也很能干 但是他们好像对这些事情 比较排斥 任何时候 改变 变革 进化 永远都不会让人愉快的 这是事实 大家看到了 我现在瘦了 这个现在是2020年的6月15号 大概是在一个半月之前 就是6月5月4号之前 我的体重是74.6公斤 我现在是69.5公斤 就是我用了大概一个半月时间 我减到了7公斤 接近7公斤 就是14斤 他就不断挑战 我的这个不适应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美食的 大家知道我在深夜都会去做阿米厨房 对吧 我们刚刚关了总结两点 第一老板学 第二要用你的中程去学习的方论 第三 没必要去做什么洗脑 因为其实大家很简单 把钱分好就可以了 把这个长期分好就可以了 把这个过分好就可以了 有功 这讲 有过 这罚 把所有东西清清细细的记录 当然还有很重要一点 对足够的灰度 这个灰度是什么呢 那这个就必须要摊开来 关起门来的讲 摊开讲 关起门来讲 这个灰度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灰度就是 你得有一定的永远空间 永远空间就是 它可能在某个阶段上 其实你是大概知道的 但是有一点 我提醒你大家 千万不要学什么地王术 去做什么跨境电商的灰度 这股管控 我们这行业还没有去到 需要用地王术来去管控 大部分我们这行业的 这个从业人员 无论是基层还是中层 甚至一部分的高层 都是95后 现在00后也出来了 90后 85后 少量的80后 好惨 少量的80后 他们都是 其实有很强的个人 这样价值观 学习方法论的 用所谓的传统的帝王术 对吧 如果你老板 开始看知识通鉴 赶紧跑的 他开始用帝王术来管理 所以这个里面很重要一点 第三点 第四点 最重要最重要的点是 你的变革原因 你要搞清楚 你的学习原因 你要搞清楚 你是想去解决 一个很简单的这种 我们叫收入增长的问题呢 还是说你的团队本身 我们说叫你的团队本身就是 已经出现了一个增长 乏力的问题 那这个事实是我们要去 认真去思考的 就是你做这样的一个变革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解决 这里面团队里面有些 小坏蛋 还是说小跳皮 还是说你这个团队 其实跟不上你的成长接受 你需要换学 这里面呢 这文章就非常多了 从团队到团伙 在某些时候 团伙也是个好事 叫到家里面有个说 不治而治 对吧 这个他在混沌状态下 其实非常可控的 老板其实在背后 一直在操控 但这种长期的混沌状态 也不是一个好事 讲到这个事情上 就没办法在这十分钟里面 讲很多了 更多关于这个事情上 我们可以单独再继续谈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第三个话题 卖家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团队 而不是一个团伙 四点 第一 老板需要学习 学习方法论 从正统的学校里面学 第二 你的团队 你的中层 你的管理厂 必须要学 第三 该讲 该法 该记 所有东西都应该有数据 去说明事情 第四 你做这个事情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那准确的说 应该是第四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应该首先你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无论是团伙 还是团队 也有可能是你有意而为的 你根本不想去实现 这个团队的管理 你只想要团伙的管理 因为你不想去管理 对吧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个分享 记得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去登陆我们的网站 3w.armyshow 我们有更多的 关于这跨情出货电商的 最深度的 最先进的 不能再最先进 最深度的 最活跃的 最有方法论的这种内容 去公布大家 去参考 学习 记得看华庆 就阿米 拜拜